好,我們繼續看一下 深永隧道 深永隧道有很多很多的施工簡介 那我還是 我知道隧道工程非常不好找 那你要找到也難 那我們看一下安塑草埔我找了一些 這是2017年的影片 你知道一條路真的蓋起來多艱辛嗎 那只是跟各位講一下 現在影片拍起來手法都非常漂亮 這以前南輝公路 真的是彎來彎去 那剛剛講的那是北宜 總有一群人 在這一種環境之下把它做完 看到沒 那你們看一下施工的片段 對一個隧道工程裡面有什麼樣的影響 那 現在已經完工了 他出來到台東那個方向都是高架橋 其實這個路還沒做完 你知道嗎 還在做 其實台東的人好可憐 真的 真的我真的住那邊好可憐 我們看一下施工一些 這個是橋樑 旋避施工坊 這隧道 所以說你慢慢看慢慢看 慢慢有一個基本的概念 就是這樣做 這是縮時影片 你可以看到做這個東西不是那麼的容易 好 之前有一個選舉的競選新聞 叫做國道六號可不可能通到花蓮 各位看一看自己想 我沒有答案 不要問我 那個是政治上面的說法 就工程上來講 其實 我們現在台灣的基礎做得到做不到 你看這道工程 唉 就是這樣 看到你 為什麼沒有什麼想要做這種工程 很辛苦啦 這都通風塑管 那都利用通風塑管開發工作面 那這個幾段標 幾段標就是說它的標案 的切割大小 在哪裡做交接 哪一段哪一段 這個影片拍得很好 我真的覺得不錯 各位可以去YouTube上面 直接看它 那一開始 它有一部分是橋樑工程 你看到 這叫森永社區 這是它介紹它的路線 所以我說你們做一個工程的介紹 你要幫它 告訴人家什麼 本來叫安塑草埔隧道 後來草 兩個村在草 安塑草埔 草埔 安塑 後來不要草了 這邊在森永 就叫森永隧道 連名字都可以這樣草 你可以看到這種 在座 這盤林草埔 盤林草埔 盤林草埔怎麼做 你看一下 多少公 地下水看到沒 所以這個經過橋谷 它就是橋墩比較不好做 橋墩下部結構 橋樑下部結構做完之後 你看機器怎麼進去 當時沒有路 你要弄一個施工站抬出來 所以都是假設工程 假設工程最累的是 太堅固花很多錢 不堅固會不安全 哇很討厭 最後做完又要拆掉 所以到底要花多少錢 在這上面 這個取決在真的是 你知道很難 很難去做決定 你做得很堅固要拆的時候 又要打掉了 這橋墩 所以我就說看一下 在前面是講的大部分都是講橋樑的部分 有機會你經過到台東的時候 走台九線 你真的多看兩眼 工程人的心酸 就算你打一個瞌睡之間就過去了 這樓層高度有多少 看到沒 所以 國六應該要不要開到花蓮 我覺得應該要開 不要只開到那個圖裡而已 那 路面高層 差很多的時候 可以用迴旋的方式替代上去再做 那個是有工程技術可循的 我個人認為 台灣真的要靠交通建設 在各位的手上 這玄壁施工法 一看就知道了 那這樣還怎麼做 看到沒有 兩孔鄉型橋樑 各位有講過大概有概念吧 金門大橋也是這樣鄉型橋樑做 對不對 金門大橋蓋了多久 看一下就好 我跳一下 詳細你就去他的YouTube網站看 這裡面的隧道在做的過程 那現在進步很多了 以前做不是這麼好 你剛剛看到雪山隧道在做的影片 對不對 這是動畫 這是實際開發的進行 由於第二標隧道地址 應葉岩 葉岩其實是黏土 沉積加壓而成的 我們叫沉積岩 它裡面會有裂縫 會有很多加水 那沙葉岩護城是台灣最大問題點的工程地址 為什麼泥泥那麼多 你看地下水會出水那麼多 你能想像嗎 所以隧道網站在做的時候 不可能穿得漂漂亮亮亮 那個都是來參訪 最後完工的時候拍個很好看的照片 這房間很艱險 你看上面在施工下面在泳水 你看 所以 泳水是一個在隧道施工 也是另外一個問題 看一下就好 這個 最終這邊就沒有什麼 這個是釘防水布 好 這個這就防水布 我們剛講那個防灶 防灶施有沒有 釘完以後 你把鋼金噴 噴凝土 好不好 至於這種歌功頌的 我們就不看 好 來 那這後面講的什麼效益 我們就不談了 我們看一下這個 這個的簡介 來 好台九線南迴公路拓關 改善工程後續計畫 那是 這個隧道是最關鍵的工程 所以先做 然後呢 那草普段路段崎嶇嘛 線型不佳 常發生交通事故 所以這邊一定要先做 好 就跟那個北 北回 北宜高速公路一樣 九彎十八拐常發生車禍 所以那邊一定要先做 這是對的 方向是對的 那 從安碩村新建 六千三百公尺的雙向式車道高架橋 沿安溯溪上游架設之後 架架設一條四千六百公尺的雙孔隧道 所以他算長隧道 我剛剛講了兩公里以上的隧道叫長隧道 那總路線里程從十五點七變成十一K 十一Km 縮短隧道里程是明治的 那整項改善改善工程從二零一一年奉行政要啟動 二零一一才不過 距今現在十二年 那隧道西兔標 基電西山標 建築西市標 三個標案 那隧道標的部分呢 由交通部公路總局西濱 西濱 西濱海公路南區工程處辦理 這分了好多單位 那互助營造 台灣市西設計 這個是 以前叫做中法工程顧問公司 很大的公司 這是工程的概要 好 OK 那各位看到雙單線雙向 進高4.6公尺 這我就不念了 1400公尺設一次緊急事故聯絡 跟雪山隧道很像 每350公尺設置一個緊急聯絡處 所以緊急停彎處 隧道轉彎處 看一下 這當然是施工的情形 隧道口 你看這通風管 好 這個就所謂的 一般裡面的隧道秤器配金情形 這平面圖 這我是從那個 學生提供給我的台灣4C 拿到 這個是一個索引圖 叫key plan A在這裡 B在這裡 C在這裡 這是屬於哪一個session 他會講 這圖面我截掉一部分 那這個就是A部分的圖 你看這圖有個A剖面 這個就是在這個圖裡面的A 你找A剖面在哪裡 就找到這個A 這是E剖面 你可以找一下 圖面就是這樣看 回車道口情形 那這個是他的隧道斷面 你看他中心線 緊急停車中心線在哪裡 然後他多少的距離 好多好多的數據 就要告訴你 甚至於配金 D13 150 L等於10.68米 N等於16 N是數量 167跟D13 四號鋼筋 每15公分一道 長度10.86公尺 他是這樣在排配金表 看到沒 這個隧道是這樣做的 你看到這東西就好 然後這個圖面我也給你了 你可以有興趣把它抓下來看一看 OK 好 那這個也是 甚至於這個部分的詳圖 有沒有看到 他把它放大來看 這部分我鋼筋要怎麼配 所以他施工圖的部分 你看一下 哇這是A1 A1在哪裡 什麼什麼 所以我說施工圖的讀法不同 因為我們土木工程施工圖沒有標準 沒有一個基準去規定它 所以我說 整個情形就是頻率剖面 平面圖看完以後 平面都測量圖出來 平面圖就細部的構造 還要放大來畫 那大概是怎麼樣 OK 你就看一下概念大概就是這樣 這緊急停車彎 路線旁邊有個緊急停車彎 我剛剛講過 那北宜雪山隧道就是 有人在緊急停車彎裡面尿尿 塞車的時候 跑過去尿 OK 好 那這個也是 這也是那個緊急停車彎 擴大段 斷面的情形 你看它混凝土底下打了75公分 到上面這個路面還有400公分 就四公一個樓層高了 這就是它的剖面情形 如果我們畫過建築物的全剖面圖 就知道 這是隧道的全剖面圖 知道了嗎 橫向剖面圖 你看B 還有C還有D OK 那這是它的配金表 所以你看 這學生只給我關鍵的幾張圖 我就秀給大家看一下 那各位看一下 這就是它所謂的大概的施工圖面 好 那裡面配金的情形長這樣 這是它的那個幾星隧道的部分 好 我們再把那個隧道設計圖裡面 一些重要的東西講完 我們就結束這個單元 好 好 那這個是 這個是我們叫做 那個什麼 排沙隧道 中文水庫一直到中文系的排沙隧道 排沙也是 人車不行走 但是是水 你看它設計圖 平面圖 這大壩 易鴻道 落水池 那這邊從這邊做一個取水口 那隧道的洞門 你可以看到 隧道進出口都有洞門 要注意兩邊的坡度 邊坡 洞門頂跟洞門底的情形要怎麼處理 這個要稍微去看一下 它有節水溝啦 還有秤氣啊 寒管啊 這邊你要注意一下這些圖面 那這個是阿里山森林鐵路的洞口 這很舊的圖面喔 這不是新的圖面很舊 你看以前的高層畫這樣 隧道的斷面 我們知道隧道鐵路的高層的變化是千分之六 不可以大於它不然火車頭會得逃路 不過阿里山鐵路是另外不一樣的高山鐵路 那坡度可能比較大一點點 但是 它這邊有一些邊坡危險 它就做一些保護做事 那洞門口的設計圖 就以洞門是以出實線來揮製 就是 表示混凝土的秤氣的厚度 鋼筋配金的情形 剛剛介紹聲音的最大 你大概看了一下 洞頂厚度承受很大的塗壓力 洞底呢 像圖桶的存在力 大概60到80 安碩那個設計75 那正面圖跟斷面圖繪製的時候 注意比例詞一致 這洞門口管木施工法 這是網路上翻拍的 翻抓下來的 你看管木 這是管木 做完又是開挖 那平面圖的話 隧道圖的位置圖要知道 開挖平面圖內容 是以隧道是以出虛線揮製 隧道是主角就會用出現 那隧道長度超過一千米的時候 要加橫洞的時候 要在圖上繪上 就平面圖要繪製上面 這就是隧道 這是新屋山林銀水隧道 銀水隧道 好 你看他有幾工作井就畫 這就是剖面圖 長縱向剖面 這個就是平面圖 OK 好 那這地質圖 真文水庫的地質圖 你看 地質圖用一些顏色告訴你 它是堆積地形 崩積土 沙岩 夜岩 粉沙岩 等等 你工程地質要學好 你們應該專武會學到工程地質 然後大壩田圖 田竹區 那等等 你看他這圖面 那這個是地質圖面圖 這個隧道經過了怎麼樣 隧道就要注意這個 這樣的方式是好不好 你去工程地質裡面學 那 這樣水會不會滲進來 或者是怎麼樣開畫的時候 會不會落盤 這他的考慮 OK 那這個你看到這個地形圖把它弄得那 看得好像真的地形一樣 等高線 瞇一點就會變這樣 這取水隧道 長度1287公尺 好 那這取水隧道 他看到他的坡度 縱向會看到他設計的坡度 通常水是往低處流的 大概是這樣 這防淤隧道 好 那橫斷面圖隧道的線型不一定是直線 我們剛才已經看過那個 捷運的路線不一定是直線嘛 一定會轉彎嘛 不然是一個弧線有可能嘛 對不對 那他要標示出來 在圖面上標示的時候 路面標高 卸水溝流向跟坡度 那這就是一般疏水隧道的斷面 注意看到他是一個三星斷面 三星斷面的話 你會找到 第一個 你看到第一個心在這裡 第一個心在這裡 上面這一個 第二個心在這裡 有沒有看到這段弧線 我們講這個 這個上面這個 這拱的部分 這個心在這裡 第二個 側面的部分 這個心在這邊 那下面這個陽拱的地方呢 心在上面 所以你看到他是一個三星 三星的拱的斷面 所以他叫三星拱斷面 是這樣來的 瞭解嗎 這叫騎拱線 所以圖面上你要看清楚 這個叫隧道中心線 那外面是不是回田啊 回田做什麼 用140 2000psi的混凝土 這個是跟你講一下 最重要做回車道的時候 這邊就要挖開 要怎麼去做 好 那通達道路 這是一般道路平面圖 那道路旁邊會有一個很大的解水溝 這是現有地面的情形 虛線 那通達隧道斷面的情形是這樣 所以這個又變成馬蹄形的斷面 所以你看這斷面畫得很清楚喔 旁邊有一個透水 有個防水層 有一個秤氣 隧道開挖面 中間填滿 所以那這邊怕滲水 這邊就要什麼 有個排水溝 最終會有個陰井 最後把水抽掉 這設計工 那這邊還有排水波度2% 所以這個都設計的 你看拱心現在 這就是標準的隧道 通達斷面的一個想圖 我希望同學在報告的時候 能夠具備一些這樣的圖面 這三星拱 剛剛簡單介紹過了 有沒有 三星隧道橫斷面 現階段大部分都是用這樣的工程 在做 馬蹄形啊 矩形也有 但這個是 比較新進的三星隧道 講過再重複講一次 第一個星在這裡 上面的部分 第二個星在這裡 側面的部分 下面的部分 星在上面 圓星啊 畫圓弧 所以我們在畫圖的時候 找到這三個星 用AutoCAD畫圓 就可以去結了 對不對 是吧 這對AutoCAD來講不難 做好以後 把它編成巨額線offset 0.8公尺 offset的80公分 這個斷面就出來了 有沒有 再結這條線拉過來 這個斷面就完成 不難吧 好不好 了解就好了 好 那重斷面圖就是搭配橫斷面圖 揮製 把圖面表達 洞內坡度的變化 並將變化區加以注明 那洞內的附屬設施 譬如說 燈光 通訊 通風 都要揮圖說明 這就是它的 平面圖 橫斷面圖 這是飲水隧道 所以沒有什麼通風照明的東西 通訊不用 他只要把水排出去 要過濾沙 就可以了 懂意思吧 防疫車 你不要跟他講還要打燈光 好 來 這進口的地方 要注意不要讓這個塞住就好了 告訴他的高層 然後多少 然後進去這邊 雜伐室怎麼樣 落水池在哪裡 這個坡度是多少 0.0078 這slope OK 看得懂 他大概的情形就好了 OK 好 那廣布的秤氣翔圖 秤氣其實有很多翔圖 底部的翔圖 至少 鐵路這道75 你已經知道 秤氣底部至少75了 好 那公路會多鋪到 7.5到10公分的沥青混凝土 OK 所以 這大概清楚了 那 這邊還講一個秤氣的時候 10公尺要設一個伸縮縫 因為混凝土 每10公尺的伸縮量有多大 跟他的 熱膨脹系數有關 這個是要去經過計算 這剛剛講的那個剛剛那個 安塑草埔隧道 曾永隧道 看到沒有 好 好 那開挖的順序圖 先挖島坑 再挖兩旁向上擴大 雪山隧道是這樣挖的 那配合開挖的工作順利 檢測他斷面 確保精度 對不對 洞裡面有中心樁 水準樁 水準是高層嗎 中心樁 作為橫斷面挖土方 量的計算依據 將來在 孤驗價錢的時候 也是看這個東西為主 那怎麼出渣 好吧 那隧道工程部分 就跟各位介紹到這邊 剛好 時間也差不多 控管的差不多 那麻煩